这里是老杰森与我是主播阿布 今天给大家分享电影《美国狂魔》 微信提示这是一部烧脑爽片 错过一秒可能错一 男主帕特是个商业大佬 每天只醉金迷 视金钱如粪土 因为他的钱是真的花都花不完 同时还是个精致男孩 对自己的生活起居追求细致入微 平时还喜欢揣测人心 做事圆滑自如 有着连环杀人犯所拥有的一切优点 当然帕特作为富二代 花心是少不了的 明明有未婚妻还情人成群 每个小时都在和不同的情人探电话 但有着完美人生的他 却有个眼中钉 公司里和他同级的同事艾伦 不仅业务比他做得好 还老是把他跟公司里大傻瓜的名字搞混 帕特对此很是恼火 但真正让他乍毛的事情 是在名片印刷大赛中 帕特竟然输给了艾伦 自恃甚高的他哪里受得了这种耻辱 为了宣泄愤怒 他杀掉了一个路过的流浪汉 因此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在杀人的路上一句不复返 很快艾伦也惨遭毒手 事后帕特还占有了他的家 看到他家敬畏于炙手可热的黄金地段 渡火中烧的帕特并不觉得杀掉他自己就满足了 潜伏着等待着下一个猎物 但警探很快找上门来 奇怪的是帕特不仅没被怀疑 警探竟为他制造了一个不在场证明 这下他更猖狂了 利用艾伦的名头到处约人鼓掌 鼓掌时还不忘自恋一番 不过这次鼓掌之后 他并没有对两个战阶女子下手 当然这肯定是满足不了他的 帕特想在厕所继续行凶 但那个同事竟想和他搞暧昧 恶心的帕特兴致全无 那小可怜也因此逃过一劫 帕特心血来潮 约了平时根本看不起的土姬秘书来家里做客 可他的兴致却被自己未婚妻的流言给缴了 秘书也侥幸保住了自己的小命 不过他可不会轻易罢休 叫上之前放走的那两个战阶女孩 高谈扩论一番后 三人开始鼓掌 鼓着鼓着 帕特就开始大开杀戒 金头发的战阶女吓到不行 赶紧跑路 本想躲在衣柜里 但里面好像已经满人了 他根本无处可躲 这个房子到处都是帕特的杰作 最后金发也成为了帕特的刀下魂 恶魔在他体内彻底苏醒 此时的他连小猫都不放过 并杀掉了一个路过的老太太 最后还一枪炸掉了追捕他的警车 杀红了眼也就是这个状态吧 跟他打招呼的前台接待 看见他背影的清洁工全得死 最后崩溃的帕特 躲在自己的办公桌前 开始向律师坦白自己的罪行 但第二天 一切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 帕特并没有被抓 并安全地回到了艾伦的家 可这里竟变成了一处 未经装修的毛坯 陌生的房东还跟他说 这里没有叫艾伦的住户 同时秘书在他办公室的抽屉里 找到了一本满是不堪入目 涂鸦的小本子 但与自己律师的对话中 律师觉得他昨晚的那一通电话 简直就是一部口述小说 因为凭帕特平日里的性格 根本做不出杀人这种事情 还说他根本不叫帕特 叫戴维斯 前面发生的杀人剧情 究竟是不是帕特的想象 他究竟是不是人格分裂 或者另有隐情 我们无从知晓 因为电影的主旨 就是想通过帕特这一人物 映射腐朽荒诞又病态的 美国上层关系 他们有钱有权 却因为一些小事就斤斤计较 更不必说其中的勾心斗角 还是普通百姓束缚啊 虽然没什么钱 但与他们相比 我们的日子绝对是快活得多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喜欢本期节目 不妨多多点赞或是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